来到明哲埃执行署人员准备查封屋子里头的物品 但仔细看好几张椅子整齐摆放 外面阳台竟然还有五台洗衣机 七辆玩具车数量多到让在场人员全都一头雾水 这件透天错就在宜兰 屋主客姓女子因为欠缴房屋税 地价税以及民间欠税 上个月底房屋遭查封 没想到却因此查出案外案 开启门锁之后赫然发现屋内近视温泉旅馆的设备 经追查的结果才发现里面的动产设备 其实是一位邱姓男子经营的温泉会馆公司所有 原来这些物品的主人邱姓男子 就是日前与民众爆发住宿劝求分的郊西全乡民宿业者 据了解邱姓男子因为债务及欠税问题 名下两间文权会馆去年被法院查封法拍 但邱姓男子一想天开不想缴70多万元税金 居然把饭店设备藏在朋友家 好友新年思应就连欠税也要一起 这回被猪队友雷到恐怕男子也是万万没想到 民事新闻黄复义宜兰报导